WhatsApp叫阿軒和Eddie幫忙泡沫 一啦 零啦 我給我叫他們 開始了 還沒叫出來 開始了 終於到 但為什麼他說現場直播已經56分鐘 喔不是 哪裏只有56分 我手機又輕輕的 為什麼有人被生氣 不要生氣 我們遲了 謝謝你這麼快按進來 但我到現在都不懂得讀你的名字 因為上次你的錄音好像聽不到 咦 有個LIMLOW 我不會讀他的名字 LIM 是不是 LIM 讀了好像 好像你的ethnic minority 我想問現在 聲音畫面有沒有問題 現在我們那個聲音是不是沒有問題 因為剛才很奇怪 那個聲音變得 好奇怪 總之就是 現在 咦 為什麼這麼快 因為我們太久了 可以試一下聽到聲音嗎 現在沒問題了 我聽到了 沒問題了 我沒有收進去的 放心 Hello 全哥 Hello 全哥 我叫誰了 我叫誰了 我聽到了 沒問題了 有12個了 現在 好了 咪咪快點坐過來 不要裝飾了 對 好忙的 咪咪不要裝飾了 不好意思 我們說少許 抱歉 今天搞到11點4 我們才開始到 今天 即是個直播 謝謝你 沒有問題 好 我們可以真的開始了 因為剛才 我們技術上有些問題 總之 我們馬上就搶收 搞了一輪 終於 11點20分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了 Hello 大家好 各位未睡的朋友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明愛網上外展服務 連線天地的社工正義 我是阿珊 也是社工同事 對 我是技術支援員 加社工咪咪 Hello 好搞笑 他們問我為什麼 我會知道你們在看 你們沒有難度 因為我們是朋友 所以 我看的時候 我會看到 我的Facebook上的 common friend 有進來看 我是會知道的 所以你們進來 Hello 紫維 所以你們進來 就 一定要跟我們一起聊天 知道嗎 小腳板 小腳板 我們先不要看電話 我正在檢查 你們先說 好 我們回來 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像有點延遲 你繼續說 今天我們又來 我們2月份的主題 今天我們第二晚的Facebook 就是世間什麼愛叫 嘟嘟 阿珊就上個星期不在 阿珊你先說 世間什麼愛什麼 你怎樣填充 世間什麼愛 我記得你上次有一個 叫做愛 是不是 你說什麼 不知道 我是在問你 我是在問你 世間什麼 什麼叫做愛 愛 我也不知道 你想一下 沒有什麼經驗 這些東西 你為什麼我不明白 她在說什麼 你是不是在做動篤笑 好 但是這個姑娘說的 不是很好笑 我們不要說 好 今天就是第二晚 我們上星期是說什麼 忘記了 禮物 最點點的情人節禮物 今天是2月17號 剛剛2月14號就過了情人節 所以我們今晚的主題就是 一人一個難忘的情人節 我知道你很快很多人就回答 是單身自己的 你好不好 我也是的 我們一會一起聊 但是再開始之前 講一講 我們有個熱線電話 就是93773666 93773666 這個電話 你們隨時有什麼 開心不開心 都可以 我們今天收拾過 經過上次的經驗 今天比較好看 你們中間想跟我們聊天 我知道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歡迎WhatsApp 來我們這個電話 還有更加好的 當然是在我們FacebookLive 互動一起聊天 因為今天的主題 其實本人來說 會不會不會放的 很需要大家提供一些 你的意見和經驗給我 我們三個都沒有什麼放 我就是因為很想聽大家的分享 所以我就定這個主題 但是其實我個人來說 沒有這些經驗 我是A0 下面有沒有觀眾爆他 今年剛剛18歲 媽媽不讓我這麼早拍拖 所以我覺得我A0也是合理的 好 那我們開始吧 不如你們兩個 都是報什麼報D 好假的 喂 喂 不准這麼說 你看人看得很準 很準的 不要再說一次 我是單身的 一直都是 又在招兵 單身也很有玩法 我們稍後再說單身是怎麼玩的 好了 我知道Mimi和阿山 都是有 有命 我們在拍影響 左手右手 那你們先說一下 你們怎樣過你們的情人節 對嗎 怎樣過 我情人節 我沒什麼特別 是去試婚紗 哇 這樣也叫沒什麼特別 因為我們就是想 每個人出去吃東西 不會有人去試婚紗 誰知道有很多人 很多人都去抱著這個想法去 下次玩一些其他 情人節 沒有人去攀石 你攀石 我看到全部都是單身的 真的 真的不知道 你那天去試婚紗 很多人都買到 我們特意選過一天 為什麼你選過一天 就覺得 每個人出去吃飯 就沒有人去試 我就可以免費的 一個人用 你其實可以避免出去吃飯 因為那天吃飯是貴的 那天 不過我們那天都沒有想 如何慶祝 對 都是想吃吉野家 那些 但是之後 有沒有慶祝回來 有沒有慶祝回來 你覺得吉野家已經慶祝了 或者試婚紗已經慶祝了 嗯 試婚紗已經慶祝了 有收了一盒 雜花就當作是 慶祝了 有收花 多少枝 一枝 多少枝 不是一枝 一枝 但是那天賣花很貴 嗯 你知道多少錢嗎 其實我們不知道多少錢 第二 同市回來有討論 原來是多貴 五十元還是他們說一百元 但是一枝 應該要一百元一枝 但我真的接受不到這個價錢 你問女生是接受不到這個價錢 我有上網 那天呢 訂給自己 不是啊 我看新聞說 為什麼你要看這些 不是新聞又說 你不看新聞的嗎 姑娘 是 新聞又說花的價錢 是 然後呢 類似是說到 不知道十枝 都是一千幾二千元的 那你莫說 十枝是小小的 你看到大小的 十枝 其實是幾千元 但是送一送一定是十枝以上 是啊 所以我說十枝都已經說一千幾二千元的起跳 如果你要去買個標給我 或者怎樣給我更好 那去吧 又回去第一節 是 青人節送什麼禮物 是 幾千元 但是 花類類的來講 可能有些含義 就好像上一節這樣說 但我們不是啊 其實每個人都很想收花 因為那天我收完一束花 我搭車的時候很睏 我欠眼睡的 但是我又要照顧一束花 我就覺得很忙碌 那你怎麼解決呢 怎麼解決 我有想過就躲在一邊 是 但是就阻礙人 結果我就這樣抱著睡 你男朋友就覺得你是很喜歡這束花 並不是的 我自己一個人搭車的 為什麼你要回家的 那天 不回家是去哪裡 我是灰姑娘 好乖 有人說你好容易生姑娘 好現實 為什麼 你們不想我們這麼現實嗎 好現實是什麼 什麼意思 就是收花 我們不覺得是浪漫還是什麼 都是的 對 有些女生未必覺得是 對 收花是不是浪漫 好看而已 看看你個人的心態如何 其實我可以收花 很開心 我覺得一段戀愛收一次就算了 對 但我想說不需要特別哪一天送的那種 對 我也會覺得那天這麼貴 很貴 而是本身價值不是這樣 對 然後就覺得 為什麼要多給幾倍錢來 就是為了那天送呢 咪咪呢 咪咪是怎麼過的呢 很普通 她有吃飯 吃什麼 她說你馬上便搖 立即便搖 她說你 立即便搖 原來是這個 那便可以天天戴 哈哈 現在的花已經在借了 哈哈 我那天就沒什麼特別 我們去吃飯而已 去了人最多的尖沙咀 很普通 不多人嗎 沒有訂位 都說 但不知道為什麼都要去尖沙咀 哈哈 因為坐得舒服 為什麼不是新蒙哥那些事 找小餐 沒有啊 我們去 很有要求的 我的好朋友 我們的同事咪咪呢 當晚吃飯嗎 不是很貴 因為你不要選一些 真的專屈你錢的 吃情人節套餐 你吃一些大連鎖店那些 真的不會特別加價的 但是是很難找位的 那天 你是不是鼓勵都是家吃大便 不是啊 不是啊 小營 小店 你不要吃那些餐廳 特地情人節推過那些套餐 或者酒店 還要收起其他菜餐 但是很難找位 那天只有兩張桌子是walk in 坐 其他都預約了 那你也能進去坐 哈哈 我就呆等了45分鐘 45分鐘前飯 是啊 你正常星期五吃飯都是這個小時 都是的 是啊 沒有我普通吃飯 今早WhatsApp Group的同事才有說 他說他跟他老公那天情人節吃飯 然後想去吃火鍋 然後等300張桌子 等200張桌子 然後他說叫到40多 但是他就拿了200多號票 然後他說他吃完回去 其實還沒叫到 才叫到100多 根本那些票是不可能 你講完不可能是值得的 應該是走了很多人 那些 不知道啊 現在的app太方便了 你老遠都可以拿幾十張桌子 也是 全部是怎麼拿的 等45分鐘很不浪漫 是啊 我們過了浪漫的時期 哈哈 我還沒過的 我還是這樣 有Jacky Phong 喂你快點吹雞 為什麼那些女生收回要poFacebook 我幫你把我們這個link 不po更大壓力 你把我們這條link share了去你Facebook 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不要留言 為什麼要poFacebook 上次我們也有說過 我覺得女生 有不多不少 可能有一些女生 不止女生 男生都會 可能有一些 是不是叫虛榮心呢 還是叫什麼呢 還是我相信有一些 純粹很想share自己的快樂給人 覺得很開心 很想分享 因為Facebook 或者IG等等 這些平台 其實都是share你生活的一部份 我相信有一些 很單純是這種想法 我們也是 哈哈哈哈 我們沒有收花 但是我想 有時女生 但我不聽到 有些是有壓力的要po 你說一下 送了 如果不po 男朋友會覺得你不喜歡的禮物 那些 是啊 是啊 其實poFacebook 這個舉動 裡面可能也有很多層的痕 很複雜 你按按鈕 不是滿足自己 可能也滿足你的另一半 是啊 他也覺得很有面子 送這些東西給你 也是的 不過我看到一些朋友 而且如果不po 他會覺得 是不是你不滿意這份禮物 或者不開心呢 他會不會這樣想 我又會這樣想 如果他會這樣想 我真的要關心一下他 為什麼會這樣想 你們之間的愛情 是不是需要透過Facebook 的那張照片 或者那些like 來 給你認同感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心思 不過 喂 吃雞煲 有人說 沒錯 我想說 那晚我真的去打火鍋 雖然我是單身 自己一個 自己去打火鍋 一個人吃一個雞煲 我就跟朋友去打火鍋 男還是女 男還是女 都不是很重要 不過那個就是女生 那天 我又覺得 但是我朋友是有男朋友的 那天他男朋友就是辭職 於是我們兩個 其實我們本身約了 是有些東西要買 我不是約他那天的 我只會拍拖 但是他就說 不如那天吧 因為他男朋友很硬 那我沒所謂 我就去逛街 然後吃飯 那我又覺得 沒什麼 都沒什麼 我們吃麻辣火鍋 很棒 如果單身 我反而會避開一些日子 純粹是不想拿位 等位 我呢 就預訂了位 真的跟別人爭 我又不是跟別人爭 去死去死去死去 會不會有人瞄你們 我吃的東西 不是大家覺得很浪漫 因為我進去那裡 其實我吃麻辣火鍋 那裡面 都很浪漫 其實沒有什麼情侶 裡面沒有什麼情侶 大家都是去吃一個人吃 去打火鍋 去打火鍋 對 吃西餐 這個位置 第一 沒有人打火鍋 我也有 但是Facebook有個牌 說到四五年階段 就會變成兩個人打火鍋 對 其實是有情侶會去打火鍋 會有的 但是預訂位 沒有困難 沒有這間沒有 是另一間 不是怎樣 我也很怕 我也知道那天 其實平時你也要等位 吃飯時 但是那天等得更加誇張 對 好一點 我們就是在等你們的位置 我吃得很晚 你已經很遷就 大家吃九點半了 好啊 我們講完 我們剛剛的情人節 大家剛剛的情人節怎麼過 你不介意都可以在Livestack 一起分享一下 那不如又發掘一下 你們說一下你們 你們現在都 有三年多 那天 你不是 哈哈 你只適合對象 哈哈 有點尷尬 說出來 超奇 不是 我也知道大家還是少女 在更加少女的階段的時候 有沒有過過一些很難忘的情人節 很開心的那些 很開心 很難忘的 難忘的那些是不開心的 所以我們先講開心 先講開心的東西好不好 開心 開心的情人節 大家有的都可以給我們一些資料 是啊 你們留言 因為我們剛才一兩個有聊過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開心的 是會混淆了 平安夜 聖誕節 生日 生日 情人節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難忘的情人節 我們的感覺就是 不是 我有想到一個 不過待會會講 不開心的那個 是啊 反而不開心是什麼 會記得 那開心嗎 其實我也Load得很亂 開心 我看到有人逃分類的 算不算是開心 是啊 有 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很開心 哈哈哈 做什麼事 中 沒有感覺 這個表情 我怕會被人打 你說來聽 就是 很難忘 情人節 去我吃粥 哈哈哈 然後呢 然後是 跟對方的 家裡 你是故事 你的朋友就是你 我的朋友 去情人節 我去了 吃粥的 然後呢 不知道沒什麼 哈哈 哈哈 但是呢 兩個人吃都還好 但是會叫家裡 有點介意 因為那時候剛剛開始拍拖 我記得 很想二人世界 對 情人節 你是期望二人世界 的嘛 但是現在想起 有些壞事 其實 你當下表現呢 那當然沒有 不滿 心裡面已經是 都不滿 那時候做妹仔 笑 不足啊 但是 都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 就是一定要情人節告 因為其實 跟家人 因為想一下 家人可能 就是 未必 一批一批的嘛 爸爸媽媽 可能爸爸上班 只剩下媽媽自己在家 其實都很慘 所以叫他們來 我想問呢 就是當下呢 他還問你 不如跟家人一起吃 你有沒有問過 你是不是還要吹頭 你有沒有問過 你有沒有問過 我 變了樹熊 什麼都怪我 然後問 為什麼會跟家人 為什麼會跟家人 是不是新年啊 剛才那個 不是啊 那時候不是新年 是真的 剛好 他媽媽有一個 可能上班 或者 有其他工作 在外地 只剩下一個 很慘的嘛 很慘嗎 哈哈 哈哈 真的原文是很慘的嗎 就是 年輕人會覺得 老一輩很慘 但是可能你那時候 問老一輩都說 我不想出街 情人節又貴 但是叫他出來 其實他會開心的 我看到 就是一家 親戚吃飯 就是很親的嘛 平時都會回家吃飯 幫你加了很多分 是啊 那立刻 哈哈 夏年情人節過得好一點 哈哈 哈哈 但是OK的 我覺得 但是有時候 情人節都可以照顧一下 家人的感受 是啊 我也沒有人說 這個真是有什麼 真是有什麼 真是有什麼 我不是不記得 這個真 那你還想是指哪個你 是不是我 還是什麼 不是我 不是一個現在是OK的 那一刻是挺無奈的 哈哈 情人節看到別人一雙一對 對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調… 可能想遠一點 假設 你想想如果他日 你跟他 可能再發展 嗯 可能他都會教導 你們的小朋友 嗯 其實這些節日 你也可以陪家人 我覺得將來都是這樣 挺甜蜜的 你想想 可能將來你結婚生孩子 嗯 然後你的子女 在大時大節的時候 都會陪你一起過 我覺得挺溫暖的 但是小咪男友會不開心 哈哈 小咪男友會不開心 所以我看你家庭怎麼看這件事 譬如我家裡 沒有什麼特別慶祝節日 那自然會跟隨我另一半的想法 那就沒什麼所謂了 那些人就問他有什麼話題 情人節 對 一人一個難忘的情人 對 現在就說我們在分享我們之前 有一個很難忘的 開心的經驗 但是不會說不開心的 對 好 有人問其實2月14號的尖沙咀是怎樣 我就想說了 這個真心 因為剛剛這次我真的是尖沙咀 咦我也是 你們兩個是不是同一張桌子 我在海港城 我也在海港城 真的 應該看不到 很多人都這樣 不是很多人 我覺得很多人 什麼時間 8點多 8點多 其實你去到碼頭 我沒有在那裡 因為 然後我想說那天的情人節是怎樣 不知道是那天你認住還是真的 我覺得是真的 真的 真的 一批多人 對 還有有人說很多人買花 對 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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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容易 因為我經常都在走在街上 但那天真的 每個人都在一批一批 你也買著雜花 沒有那麼兇 我沒有 買著雜花 我買給我朋友 感覺好像剛才跟男朋友分開 我走開那些 我又沒有覺得不開心 TVB飛躍進步魅園獎 我又沒有去到這個地步 對 但真的很多人買花 其實這花挺漂亮的 我看現在不只是玫瑰 很有創意 滿天星 然後有些閃亮亮的LED燈 不過我又是看新聞 新聞又有說 滿天星一批 小小一批 也要100元 這麼貴 那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後售賣 開始10元一枝玫瑰花 然後要40幾元 是很小的 也要100元 只是滿天星 但大家很興奮 因為我之前的 因為韓國 那些韓風 我們好看的怪怪 那些奔衫照片都是穿滿天星的 韓風是輕鬆滿天星的 對 滿天星也挺有趣 也挺特別的 挺漂亮的 很文青的 是不是九成人都拿著花 那又沒有九成這麼誇張 有 很多 我想五六成就走不掉 真的很多人拿著花 情人節成曬命日 你有沒有看庭佑的帖子 辦公室收花 大賽 我沒有上高燈 我沒有上高燈 每年高燈都會有 看看誰先入球 今天錯了 整天買我 是 好 那咪咪講的 阿山呢 新年 你有沒有想到開心的情人節 開心嗎 沒有什麼 真的想到不開心 很好的 開心可能中學會收巧克力 收很多會很開心 放在桌子上 也是 小時候上學,因為情人節也是上學的 然後你一定會買朱古力,然後不斷送給同學請同學吃 我記得我經常買那種名字的士多啤梨,那種朱古力 我買Meltie Kiss的 Meltie Kiss? 是屎的 不是屎 分鞭 你問三角那個是嗎? 我真的恭喜你 問三姑娘你雜花現在在哪 你公司有很多同事收花,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不用看了,我公司說 其實通常送的花真的有比較 我也有聽朋友說 通常是結婚的送,還是未結婚的送多呢? 還是單身的自己買呢? 我就想這些不多的,因為真的是怪的 結婚了 結婚了 其實你沒有騙過,你有沒有拍拖公司的同事 大約也會猜到 怎麼會這麼巧那天有花 是啊,那究竟是 我見過一些結婚都會在Facebook 都有送花的 對,都是有送花的 是啊 未結婚那些 你覺得你結婚之後,你老公會送花給你? 我不是很想她送的 其實我滿然都很表明,不是很想她送的 是 但是收到都開心的 不是 不是,是她想不到送什麼禮物 口裡說不 是她自己想不到 就把這件事簡單化 那不如叫她捐了去吧 錢不要浪費 捐去垃圾桶 捐去一些慈善組織 我們吧,我們都是慈善組織 寫咪咪下件是吧 下件寫咪咪不說 我們想一下 雜花可能你收到 你又不是特別喜歡 然後你又覺得 拿著她又麻煩 又不知道擺在哪裡 然後可能又很快扔 而且雜花真的很貴 也是真的 其實我覺得 我突然想到 我覺得捐了她是挺好的 如果是結婚的 我會OK的 有人說結婚了 也是,實際 因為你結婚都會想多少 生活日常 會結婚沒有這麼多分事 會送什麼 送雪櫃啊 送電視 我爸媽是這樣的 情人節想收什麼 我會說 今天雪櫃爛了 就不雪櫃 她沒有分用的 你們爸爸媽媽是不是這樣 有個水喉餵 我沒有見過我爸媽的過情人節 送水喵餵 我沒有見過我爸媽的過情人節 你有沒有見過這些是爸媽的過情人節 我真的沒有見過這麼多人 真的沒有 他們會提 沒有 而且他們生的那些都是這樣說的 家裡欠哪個就送哪個 其實他們都是在家簽字家居 他們不是在送禮物給對方 送西南花 我看到 晚上可以吃火鍋 老公說天天都情人節 這個很浪漫 很甜蜜 這些真的很棒 我覺得是真的對的 她老公是浪漫的 我記得那天我跟朋友在聊 我跟朋友在聊 究竟 是不是一定要 情人節才去吃大餐 吃好東西 那些 然後我跟朋友的結論就是 如果那個人 情人節才會帶你吃一頓好的 你不要了 這樣 其實應該 什麼時候都應該可以 有理由去對大家好一點 不是要那天才 像江山三安八座 還是什麼都好 或者跟潮流風氣 什麼都好 我們那天就吃好一點 是啊 所以 沒有 所以 不用吃 特別吃得好 就是給錢人賺 但你們會不會介意 不介意 你們介不介意 真的不介意 那要不要補吃 第二天 不是 可以第二天是補的 我會不會覺得 同樣的價錢可以吃豐富一點 也是 這個是真的 我覺得 我也這樣安排得好 還有會想自己煮開心一點 香港好地問題就比較難 那也要她煮得好吃 煮得好吃的 OK的 我看看有沒有看 重點是咪咪煮得不好 哈哈 她上次說過 你不可以送這件事 如果上星期有看 大家都記得她做蛋糕 令蛋糕是用太多餘膠粉 然後就是很硬 吃不到 我都記住 可以照的 可以照的味 可以照的 結婚就是生日才送 照是拍照 真的不知道 沒結過婚 阿珊到時你結婚就 下年分享好不好 下年分享一下 有些人說好好的活動 就提議 回收情人節的花 再轉送 好像新年那些 轉送給什麼人呢 但是應該 轉送給什麼人呢 如果沒什麼錢 平時真的很難吃好的東西 不是的 淡製也可以很好吃的 我覺得 不一定是關錢不錢的事 也是的 那又不是一定是 怎麼說呢 不是要貴就好吃 便宜的有些也很好吃 雞蛋仔都會很浪漫 是真的 我餵你你餵我 這樣 還有一些情侶會是 就是在香港吃滾了 就是那些小店啊 那些 不過我想剛才我們說的意思就是 就是那些 可能是情人節 然後就才特意去 找一些很貴的地方吃飯 或者好像咪咪說的 就是很多很騙錢的 逃餐 我覺得坊間是 那就是那些時間 就好像進去 你餵我啦 哈哈 你不覺得呢 那我就有幾次進去 任意給別人餵 這樣 所以我覺得 只是 我們也挺折劍的 對 我們三代 不是折劍 我們也是大 很實際的 很現實的 對 我覺得那樣是 這樣 老公肯住也會很好吃 當然 很甜蜜啊 但是朋友仔 首先是你老公 我覺得很浪漫 首先你要有個老公 是真的 不過呢 之前明明有說 我今年在Facebook 都看到很多人在情人節求婚 是啊 很多朋友在情人節求婚 因為我們現齡差不多到 我很害怕 但是我現在知道我沒有了 你那些是結了 所以沒有花 其實沒有Facebook 其實就是 Sorry 解釋清楚這件事 但是 我覺得也挺浪漫的 情人節求婚 我也看過有些金手 很激 不說這些 那這個情人節一定是很浪漫 求婚是 不是很浪漫 很難忘 我覺得挺好的 你可以省一個紀念日 我也是很難忘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記得 我什麼時候求婚 我男朋友什麼時候求婚 都倒轉了 你什麼時候求婚 你終於說了出來 因為我沒有求過 所以不記得 其實是很難記的 這些日子 所以我覺得可以省了一個紀念日 也是的 是的 我原本有一個Apps記的 之後被我遷了 我就不記得在哪一天 是比較難記的 我想那天 給點心機記 不是怎樣 那除了開心的 阿珊你一直說 不開心的你很多 你說吧 我們停一下你 拿出來 不開心那次是很慘的 就是我情人節不見了我的手機 應該不是說不見 是被人偷了 在什麼地方 在書局那裡 我在等我男朋友下班 我就在書局那裡看 這麼文青的地方 幾次有人做這些 不是 本來我是文青的 你是偽的 一看就知道 然後就被人偷了我的手機 我那時候不見了手機 因為我打算找我男朋友 不見了我就很緊張很害怕 我就在街上哭 然後那些人經過看著我 是 我覺得他們是在想 這個女生一定是被人偷了 所以才站在那裡哭 你明白嗎 是 這個也算了 後來我就找了一個人的電話 但那個人不是我男朋友的電話 繼續說 是ok的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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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說 好啊 不是我男朋友的電話 我是叫我的小學同學 是男生來的 是 找他過來幫我 因為我忘了我男朋友的電話 不是 這個是很尷尬的 你明白嗎 我明白 因為我之前這麼多男朋友的電話 我也是沒有一個記憶 是 我記憶了 是很大的障礙 我也是 日子那些什麼 我都記不到 結果兩個男人在警署門口 等我去錄口供 情人節那天 那你男朋友呢 等了三個小時 後來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找到他 好像不知用我朋友手機 去Facebook找他 那些 然後才成功找到他 然後約了他的警署 然後兩個男人在警署等我 是 很瘋 很尷尬 你不覺得嗎 尷尬的位置是你忘了他的電話 然後他還要發現有個男人 是先出現過他 這一下 他有沒有介意呢 其實我不敢問回 其實 這件事 他也沒有罰你 浪禮的 沒有啊 之後那個男人還要 完了我出來 又叫他走 你不會整件事很難處理的嗎 我覺得你很聰明 有這麼多人等你 他們讚你很帥 有兩個男人在門口等 我知道了 大家一定是以為 那些男人 這樣說謊 咦? 我怕他們上來 西線都被你看看 所以大家呢 可能路過一些人 看到他們這樣的組合 以為他們爭旅 打架 還要我嚇到警署 然後去警署 然後去警署 那你最後選了誰 哈哈 在爭旅 我想這樣也很難忘 是啊 很醜 現在說我也覺得很滿意 真的比較驚險 很難做 可能會最後一個情人節 你要知道 幸好你男朋友大方 哈哈 他沒什麼脾氣 那你呢 哈哈哈哈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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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啊 上了情人節 沒有了 沒有了 幸好沒有記者 真的會撈亂 沒什麼特別 是啊 其實很看你的禮物 還是說回上次的 哈哈哈 如果你禮物 好像我們同事所說 送一個機會 送一個機會 送一個經驗給你 可能你就會很記得 但是可能實用的禮物 那些你真的會撈亂 我問你 你送那個吃不到的蛋糕給他 那是不是也很難忘 是很難忘 他那個反應是否讓你也很難忘 他應該是彈忘了 他當時的樣子是怎樣 他... 哈哈 一開的時候 他已經臉色 油 哈哈哈哈 因為賣相是有點混 不是 我做了Oreo 但就不知為什麼好像 拍了冒 因為我家裡沒有打蛋器 我拿手打 大家都明白了 打得不暈就會有泡 然後就好像那些蛋味 你還叫我做 我想說 然後Oreo 加芝士 又會變成灰色 那就好像 要求表面 那樣 有點發霧 然後去切了一點 去跟他家人吃了 都差一點 然後整個蛋糕 很健康 很健康 對 然後經歷的話 可能去旅遊 那些都難忘的 都記得的 還有其他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沒有啊 你去普通去過澳門 或者長洲 澳門對你來說 哈哈 很難忘 你是家鄉 對 對 所以有個經驗是好一點的 你說送花其實都 都會經歷 你同事說好想吃 好啊 我們不如做 我猜是他做過給你吃 好啊 不過他OK的 他是劣食之王 你下次可以拿回來 Marco和Ken Wong Mimi做完之後 我一人留一半給你 一個膽開一半 一半歸你一半看他 就這樣做 給錢啊 我給錢 你們最重要是吃 給你夠膽吃 哪會這樣給我 用薄金啊 做什麼 好 我記得 我突然說的時候 我就記起 小時候中學的時候 都很難忘 我覺得 嗯 因為小時候 當時讀中學 就不敢給媽媽知道 即不敢給家人知道 拍拖 因為很多人問 那些 但是又情人照 我覺得小時候會比較在意 我覺得 然後呢 就去看電影 這樣 就要靜靜雞 這樣數出去 又要想定 如果 家人問起 為什麼你那天出街啊 其實有時候是你身有事 你很害怕 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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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靜靜雞 鼠出去 但是你又會 穿得漂亮一點 真的 又很引人懷疑 但是又很不想人懷疑 那些心情 然後你就鼠出去 然後 其實很近的家附近 好像 然後就這樣看電影 可能就走了 嗯 但我現在回想 我覺得 很puppy love 那種 很sweet啊 是很sweet的 現在這麼光明正大 走出去也不是那麼好 哈哈 那時候覺得 那時候沒有覺得那麼sweet 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 很偷情的感覺 其實是 大家很盡力 很想出來 看到大家的感覺 那一刻 是覺得 是很sweet的 其實回想起來 上學 當學生的時候 真的 成人節也是 很羨慕 對 有沒有一些正在讀書的 分享一下 我反而見有些人說醫院 有三個都說醫院 是同一個人來的 是嗎 不是啊 有兩個 在對上好像也有一個醫院 是 那 不知道醫院有沒有什麼活動 我又敢問 因為呢 情人節啊 醫院 我為什麼敢問呢 因為最近 我也經常出入醫院 有些事 然後我看到他們很好 真的 醫院有很多 可能有些是唱 因為那時候聖誕節 他們會有些禮物鬆 可能是來唱聖誓 或者跟你站著肚子 有些活動 讓你覺得 就在醫院裡面 過節 你也可以感受到一份溫暖的 那種 不知道情人節 會不會 都有些這樣的事情 可能 但不是分男女病房的嗎 沒有關係 哈哈 我不知道 即是要立即搞個 matching 是嗎 男女病房 sorry 男女病房 可能我看到 分開病房 有什麼組 不知道 可能他搞都是宣揚愛 不是讓你們結識的 因為很多人可能下不了床 或者不能離開病房 我以為你趁這個機會 給長期病患 可以結識一下 或者怎樣 玩到一邊做sweet dating 姑娘 你也可以在一門生意 跟醫院浸一浸 暫時沒有人敢做 大家聽到的都可以偷竅 但是會不會呢 然後再說 你們還有什麼難忘的情人節 難忘嗎 真的嗎 沒有啦 還是這樣 單身的時候 你有沒有 單身的時候 其實我們研究過 你拍拖都未必過到情人節 哈哈哈哈 即是未必會過過情人節 你有拍過拖 是啊 因為你可能3月拍 然後1月睡 真的 喊不到一件都很慘 是啊 所以又未必A歷 又不只是拍拖 也一定有情人節 是啊 這樣也很難忘 如果一段段戀愛 都沒有情人節過 那些是魔咒 但有沒有人分享一下單身怎麼過呢 我 好 請說 我很多年 我記得我很多年的 椅子 梳梳梳梳梳 因為我這部電話沒有跌 對 我很多年的情人節 其實都是上班的 懂事之後 有意識之後 都是在工作的 特地OT 好像有提 哈哈哈 因為我們 這個服務 網上是指的服務 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的兒子跟我一樣 暫時都在等待 更加合適的人出現 但是呢 又有少少孤孤的 可能都會 覺得 怎麼街女愛人一對對 然後自己坐在家裡 最慘的是你會有壓力 因為家人會問 為什麼不出去 對 尤其是二十多歲 我家人問 為什麼你不出去拍拖 為什麼你不出去拍拖 其實是很大壓力 我也覺得 其實有點生氣的 讀書你又不讓我拍拖 對 對 我過了二十二 二十三 你又問 為什麼沒有人要你呢 沒有人要你 那怎麼辦 對 所以 適逢這個原因 我很多年的情人節 其實都是上班的 又再不是的話 單身的情人節 其實我覺得 就像剛才這樣說 跟朋友 或者跟家人過 我記得中學的時候 很多時候 可能都是跟朋友過的 這個一定 跟情人過 反而有點壓力 對 一班人出去玩我也挺開心 對 我記得我試過 一群女生 八九個在別人家製作家 真的挺開心的 做一些情人節的食物 但是給自己吃 對 情人就是自己 對 跟朋友過也挺開心的 全班女生 你們呢 情人節當然是放假 對啊 是不是有些是有些人 放假假辦odge 當妳到外出 什麼叫去死去死俊 什麼叫做去死居屯 我去死去死居是有一相να 對 不是好像是一班單身的俑者 就在情人節出街 那看見有些什麼戲院 一路套還賣制 是不是最近的 是否有戲院這樣子做 我有看過 但我不是太確認 好像是九龍灣 戲院真的有一場是 好像是LEGO電影 我沒記錯 是真的專門是給單身人士買票 我沒有按進去 但我猜 是否只可以讓你買一張票 很多單丁位 在哪裏? 好像是九龍灣 因為我看電話的apps 我看見有一場是情人節特別放映 Something Like Dad有的 情人節特別放映給單身 那天是一場的 那他應該不太好賣 我是天賓 也不一定的 你想一下 我情人節不出門的 但那裏可能是一個機會 因為裏面全部都是單身 是吧 誰知道全部都是兒子 因為你聰明 那也不要緊 我也有看 有沒有分性別的 Emacs是什麼? 沒有情人就等於情人節 原來很多人看 看到很多 爆了嗎? 這麼好生意嗎? 我覺得單身很大壓力 單身 單身 對 是不是看人 那些人呢? 我記得仰言 就是我出門 是感覺到很大壓力 看到那些人一對 我今年出門 我又覺得還好 因為你旁邊有個人站在 我覺得又不關事 我覺得是心態 心態的問題 或者我自己又不是很介意自己單身 我想很多朋友都是 就是 看你怎麼看自己是單身 可能我的想法是 其實 是我沒有遇到一個我合適的人 所以我暫時是單身 可能將來遇到合適的人的時候 就會再有機會 還是 你是覺得 不是 我是很介意和別人比較 就是為什麼人家有 我沒有 或者很介意自己一個人 沒有男朋友 或者沒有女朋友 這樣 那個差別都很大 嗯 嗯 嘩 怎麼看 找對的人 是 看你怎麼看 也是 下面那個 謝謝 哈哈 可以不戴口罩 是 但這個是誰 定告 是不是爆了那場戲院 上面說爆了 原來這麼多人留意 是啊 我真的很難想像 我覺得你們的心態 不是你的心態是對的 你這麼說 是啊 真的啊 好像這個status 會造成自己的壓力 也很奇怪 是啊 還有你想想 如果你強行 可能你為了拍拖而拍拖 嗯 然後跟一個你覺得 都不合適或者不舒服的在一起 嗯 你問我那些真的 那些是戀愛嗎 是啊 反而是有質疑 過節你開心嗎 那些真的情人節 我覺得懲罰的情 對我來說 那些聲音很奇怪 怎麼怪 是質疑還是什麼 女生說這些比較好 因為你們比較重愛情 也不是啊 有些男生也很重 說這些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戀愛女生 聲話不同播 可能是有少少的 會有少少的 會有少少的 對 會有少少的 然後我看Mimi上網 所以我找了一些 對 單身如何過情人節 不如 如何面對單身情人節 但是這個呢 我可以先說這個 看你們怎麼看 我覺得有些是給女生多的 嗯 有說就是 第一個 女生做SPA 就是當情人節 送給自己身體的一份好禮物 嗯 就是可以令人 用光滿花 輕輕鬆鬆地回家 就是第二 最重要是什麼 第二天不要被人見到你 全殘了 對 就是過了一個情人節之後 對 這個都可以的 我覺得 有些症狀是殘了 哈哈 可能自己一個 睡不到這樣就殘了 然後第二個呢 他就說打心法危機七 哈哈 那就是打機啦 我想都有的 好像有同事都那天off了 就在家裡 沒有劇和打機 我覺得 對著電腦 有些事情做一下 或者上forum 就是跟那些 同聲同氣的人 同聲同氣的人 聊聊聊天 看看做什麼 還有呢 買買買 這個很危險 購物 購物 但是這個也是要 看看你能不能衝破自己的心 就是外出的 外出購物 對 我想這個女生多 男生應該很少 想去購物 或者是Online購物 我選最後一個方法 所以我剛才就是問你 你上班是不是OT 對了 對單身 這個情人節是星期二 所以大家都要上班 就可以假裝OT 還有要催眠自己 很喜歡上班 如果老闆問你 或者同事 你會說我封了email 就離開 哈哈哈 交對手 對 留到公司 10點你才離開 這樣 很有事業心的 我覺得 單身的朋友也挺辛苦 為什麼突然間這一天 要安排這麼多東西給自己 我這樣想 你不覺得嗎 為什麼我要想這麼多藉口 要安排一些東西給我 其實 對於我來說 二天都是一樣 情人節都是一樣的 但是就是因為 那個節日的風氣 其他人的看法 看你重不重視 是啊 這個故意避免自己 也有點辛苦 是啊 可能 反而我覺得 頭兩個挺好的 就是去享受那一天 做你喜歡做的事 是啊 就是最後那個 就真的有點 就是你對自己好一點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 可能你對家人也可以好一點 是啊 就是你有親戚打 親人 還有一個 有人問什麼 星座 有人問不熟星座 我們也不熟 但是可以說一下 我找了一個 你是不是看到我找了什麼 哈哈 我剛剛找了一個 我們上網找的 關於星座 如何面對情人節 你們可以說一下你們什麼星座 那我們就看看 是不是真的這麼準 這個就是講 看12星座的人 如何面對單身的情人節 那不如我們說一下自己那些 你們兩個處女座 是不是 先聽一下 看看準不準 但是我們這個星座 就只是代表我們個人的立場 就不代表我們單位或機構的立場 好 你巨蟹 大家可以聽一下 好 講處女單人說巨蟹 有人雙子 OK 處女座 第一句就說 一切都是雙人的陰謀 嚇不到我 對啊 這個真的認同 真的 對啊 我們沒有練世前 處女座很注重實際效益 所以對情人節沒有什麼感覺 覺得是被人打劫的 剛剛她剛才說了 為什麼要被人打劫呢 一進餐廳 我吃一餐廳 不想打劫的 對 然後她說 剛剛你也說過 那些全部都 她說哪個規定一定要送禮物 吃大餐才幸福 事先聲明 我沒有看過 哈哈哈哈 是啊 我們是典型的處女座 為什麼不自己好好享受呢 就是舒舒服服 你單身都可以 很有自由 很開心 我覺得這個 這個態度是對的 可能 大家都要學一下處女座 什麼時候都要讓自己舒服是重要的 對 處男座 不要浪費人包 處男座也是這個 你看自己準不準 然後剛剛有一個 巨蟹 巨蟹 巨蟹說了 她就說愛情是短暫 親情才是長久的 所以你男朋友 對 但是她不是巨蟹 哈哈哈哈 我懷疑她不是很清楚自己背了 哈哈哈哈 她就說 單身的巨蟹座 就不介意 自己一個情人節 也不會很傷心 反而對周遭的人很關懷 挺好的 她說親情才是巨蟹子女 最看重的 巨蟹是外家的 她是把兩個人之間的愛擴散 可能照顧她 大愛 變成大愛 大愛 很偉大 很危險 會令人誤會 大家在元宵節做什麼呢? 元宵節好像很少過 吃湯圓 跟家人 也有 真的跟家人過 也有跟情人過 她就說巨蟹 如果情人節跟元宵節選 一定會選元宵節 巨蟹的朋友可以認一下 但是不是這樣 是嗎? 沒錯 馬子晴才是巨蟹 馬子晴才是巨蟹 不是,是巨蟹是巨蟹 對 雙子座 雙子座 先變成星座大師 我們不是 這個不代表我們 這裡是低 不是 低限 我們純粹分享一下 咦?原來沒有雙子座 不好意思 你們有沒有搞錯 真的沒有 雙子座 雙子座是幾月的 有的 前一個 雙子座是五月的 五月 五六月 那真的沒有 不要緊 我們可以 先說水瓶吧 我google找給你 你google這個topic 你先說水瓶吧 好,我先說水瓶 水瓶在最後 水瓶有個金句就是 情人節太逐氣了 本來就不適合我 為什麼呢? 他說原來水瓶座 他不是凡夫逐止的想法 他很淡定的 對於情人節這個大眾節日 他就說 覺得 他生命中的伴侶 不只是2月14日才會出現 就是誰說 一定要情人節才出現 他說 這些是徐波逐流的愛情節日 就是他覺得 就是他覺得 已經有點過氣了 這個節日 就是用節日來規範愛這個 對呀 我認同 其實這個想法也不錯 有人問獅子座 獅子座 好 獅子座也很有興趣 很循盛 獅子座 為什麼你這麼有興趣 獅子座的感覺是 都很... 是不是很大男人 獅子座不是循盛一點嗎? 獅子座比較控制 沒有研究 不知道 獅子座就是 要身邊有人認輸 獅子座 為什麼呢? 他就說 我現在暫時單身不行的嗎? 我下個月就拍拖給你看 哈哈哈哈 OK 他就是這個想法 他會覺得 別人一雙一對 我自己認單正 他說反而這樣 對驕傲的獅子 是很難受的 你看到人們一對對 他說最好不要在他面前放閃 不要在他面前曬恩愛 不然他就會生氣 那他自己呢? 他自己躲在一角 可能有些人會選擇off 躲在自己 躲在自己 躲在自己的家 又不是他的風格 他說 預期生悶氣 不如自己搞一次speed dating 很瘋 他要搞一次 主動出擊 可能他會在情人節 策劃一些單身朋友 不如一起出來玩 把情人節的氣氛推化 給自己可以有機會 下一次 可能接下來有戀愛 是不是這樣的呢? 戀愛好像被他定了為輸贏 對 對 有戀愛就是贏 我就是輸 對 挺特別的 對 他的想法 中不中 中 歐陽是什麼 歐陽 你回答我你是什麼左 看不到 水瓶 水瓶剛才說了 水瓶說了 啊 對 中和 水瓶中和 獅子呢 個個星座都不在乎 又不是 獅子就是在乎 獅子座就 好性 對 好性 有霸氣 嗯 中和 有人說 這個獅子 對 雙子 好 我補充雙子 雙子就是 就算單身都要出門去湊熱鬧 感情生活豐富的雙子 豐富 sorry 的雙子 不是雙子有很多朋友的 偶爾一個人過情人節會覺得有點輕鬆的 但對他來說不用想想要怎樣過 覺得是一個難得的假期來的 嗯 但沒有放假的 是 不過喜歡熱鬧的雙子是不會漠視情人節的 這一天都會特別地打扮自己啊 出門去玩 嗯 嗯 對 重不重 真的都注重自己的義勇 每天都注重自己的義勇 雙子是很多朋友的東西 對嗎 對 有人說我雙子 那你那天是不是也有好好打扮自己 哈哈哈 穿灰色的那條褲 哈哈哈 他說他沒有朋友 對 還有沒有 沒有啊 有沒有miss了哪個星座 嗯 水瓶有沒有說 水瓶說了 水瓶 水瓶就是剛才說情人節太燭氣了 嗯 他就很淡定的 對於這個節日 噢 單身了 什麼來的 我呢 我有這樣想 單身了 其實什麼星座都不重要的 正常 哈哈哈哈 其實什麼星座都是一套說法 是啊 我總是覺得有時候 這些東西都是 順則有 對 還有有少少說 好像你媽媽是女人那套 哈哈哈哈 好像不會錯的感覺 你怎麼說都說得通 不過 最重要是自己的想法 也未必是那個座子還是那個想法 所以我看這些星座和什麼生肖運程 都會覺得 不竟同一個星座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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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會批你這個年的人 可能今年就 結婚了 那我心想我全部同學都會賺大錢 哈哈哈哈 每一屆都會賺大錢 那一屆 我也有想是不是這一年的人 就是全部都是這樣 對 所有人都是這樣 所以他會定型一些東西 星座就定型你的性格 所以剛才我說獅子座都說是很好性 控制人那些 那是未必的 因為每個人都性格很獨特的 我想和大家 遇往的經歷 成長背景 很多東西都是有關的 就是怎樣有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性格 對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看法 那 所以我自己覺得 星座的東西就參考一下 不過這些都是搞笑的 對 不過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說了這麼久 就是難忘的情人節 那到最後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什麼呢 好像要有心思 或者有些特別事件才會記得起 否則也會跟其他節日混合 嗯 對 或者好像他這樣說 要那份禮物 會令我記起 對 又或者我換個轉去想 其實可能你們的相處 每天都已經很開心 很難忘 可能不是特別那天 那天才是特別開心 要特別去記 反而好像剛才說 有伴侶的朋友 可能你們怎樣去 唱一番首歌 什麼歌 怎樣花心思 怎樣花心思 去為另一半做一些事情 好像回到上次送禮物 都是怎樣去表達你的愛給對方 嗯 那單身的朋友 雖然可能未遇到一個合適的人 可能我們還在等待一個時機 一個機會 但是 我覺得如果這個時候 未找到一個 就是可能愛你的人 叫做 當然你家人的朋友 很多人都會很愛你 是不是 那更加重要的 我會選這個時候 很會愛自己 沒錯 就是 說得很行 但是又很重 因為其實都是在說你幫你的戀愛 儲一些正面的事情 就是你不是當節日是提醒 或者提醒你們 要重視你們的戀愛 就不要說偏向金錢物質的事情 就是那樣 是行的 但是我又覺得行的 其實都很重要 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 其實是說你怎樣 對方明白你的愛 表達到那份的心意 但是 又不是用完的物質 怎樣鋪排 當然可能有影響 但是可能又未必是那個元素 就是 等於你收集花 因為那個是她送的 所以你才會覺得感動 是不是 就是可能Mimi送 你有沒有感覺到 都感動的 哈哈 因為Mimi現在坐在我旁邊 哈哈 哈哈 是否提醒自己還是單身呢 我想這個是一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 提醒自己是一個單身人士 那你也可以選擇 告訴自己 其實可能有一些更好的東西 放在你面前等著你 我覺得想法的東西可以 而再編 哈哈 單身的態度是要怎樣 是啊 這個可以是一個很好的主題 我們考慮一下放在三個月 單身態度 是嗎 是 就是 一些 說一些單身 A0 現在很流行說這些 我們可以再想一下 但是 對了 你們還可以補充嗎 不可以補充嗎 哈哈 不可以補充嗎 還有什麼補充嗎 有沒有人還想問 對 如果不是我們今天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那 那 不應該標籤單身 是的 嗯 單身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我很認同 單身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真的 我覺得是 開心的 反過來想 剛才也有人留言說 寧願自己單身好過 哈哈 那個有點慘 所以是 無論你單身還是不單身 也有自己的懶處 我相信 就是我拍拖 想怎樣過情人節 或者情人節 要跟其他人過 怎樣不怎樣 都可能又會有很複雜的想法出現 嗯 所以不同情況都面對著 不同的難題 有些可能又會比較 是啊 也是那句 你覺得單身有問題 可能就要想一下 是否有什麼方法 可以 就是 將你的status 變成 應該是想 是不是關於單身的問題 還是關於態度的問題 嗯 或者怎樣看這件事 但我明白 有些人很想 有個人跟你一起 去度過 你的人生 我明白的 是啊 所以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 為什麼 自己 就是我們都說了 是啊 又不要這麼說 想法有很多 是啊 我們在一起聊天 又不是說 你一定要 我們不是說 不用認同我們的 對 可以不認同我們的 真的 所以你 如果你想深入聊 可以WhatsApp 我們有個解決方法給你 就是93773666 93773666 93773666 就在咪咪的身上 那 那 有些什麼 那 你下次穿素T好一點 你聽完我們這個分享 要這樣 然後或者 或者 可不可以按一下 可以卡住 然後或者 你們有些什麼 開心不開心 各樣 都可以WhatsApp 我們93773666 跟我們聊一下 一起分享一下 都可以的 那 今天 新的東西大到你 好煩 那 那今天的節目 就差不多 就來到這裡 打得很快 我們下個星期五晚同樣時間 希望到時沒有意外 因為不好意思剛剛這兩晚都有些意外發生 然後就是11點到12點 都有我們Facebook的直播 都是繼續二月的主題 世間什麼愛叫 Doodood 那下次我們的題目是什麼? 你們記不記得 下次理想情人條件是嗎? C 十大準則 一起講一下你們心目中的理想情人是什麼 這個很多東西可以談 下星期五晚11點 Facebook live 我們再見 今晚就來到這裡 好 各位 早就休息一下 拜拜 有100條線就站好 哈哈